年仅16岁就和诸多大牌艺人合作 穿着昂贵华服 背着要价不菲的名牌包包出席各大时尚秀 顶着新二代光环 欧阳娜娜出道三年收入过9000万 尽管跨足戏剧综艺时尚等领域 欧阳娜娜负面新闻不曾断过 北平炫富修学演技差 现在她替杂志拍摄行路 又因为一张照片惹出争议 两手抓着鹦鹉折住自己一只眼睛侧身入镜 欧阳娜娜还转发摄影师贴文 指出鹦鹉在身边飞得轻巧自然 和作为道具的鹦鹉互动控制得非常不错 有网友在TPC台湾鹦鹉联盟发文炮轰 原来捏爆鹦鹉也算是拍摄的一种手段 鸟的翅膀跟腋下几乎无法让人碰触 加上旁边灯光师、摄影师、闪光灯等复杂声音 天知道那只鹦鹉是挣扎到多大力 才会呈现那个姿势 其他网友也呼应 肌肉关节会受伤 内脏会被压 作品概念让人匪夷所思 根本虐待动物 原本开心分享美照的欧阳娜娜 目前已经把贴文删除 让人放股